姓氏哥,你姓什么,我姓李 妈妈,你什么时候跟着我姓李了 我是在教你姓氏哥呢 你姓什么,我姓李 你不是姓王吗 你姓李,我老爷也不同意啊 我是在教你一年级下册姓氏哥 你姓什么,我姓李 什么李,木子李 可是你姓王呀 你又是真想姓李的话 那你去跟我爸爸商量商量吧 又看狂飙 我都会一直刷毛巨,你能不能看懂 你瞧不起谁呢 就这一个狂飙,我已经看了八遍了 里面的内容,我自己都能给他拍上一部电视剧了 就你 又吹牛 那我问问你 你随便问 高启强第一次进派出所 知道是什么仙的饺子 够我们几个 这屋上哪支的钱 高启强卖鱼 一共挣了多少钱 他电视剧里他也没说呀 高启强的小灵通套餐多少钱一个月 够什么厌务 你能问一点正常点的问题吗 他套餐多少钱一个月我上哪知道下 你问一个实在点的问题 高启强吃猪脚吃的是前脚还后脚 你说呀 你问啥都知道吗 我看你以后还吹不住 你知道这个老是什么意思吗 就是指年纪大的意思 也对 你看年纪大的人 他富有经验 但是稳重 因此老也可以引申为老练的意思 在我们生活中 凡是带老的这个字 我们都要尊重 你比如老师 还有老人 对不对 那老练呢 老鼠呢 老虎呢 还有那个老六呢 你不是要尊重吗 妈妈你可别装我 一年级的数学题 你都整不明白 几千年的汉子 你能整明白吗 让你形容一下 东北是怎么冷 能不能换一个呀 手手冷 有人 你能冷 刚刚冷 你这个地方 贼拉冷 停 能不能用标准的普通话 形容一下 普通话是形容不了 东北的冷的 再说了就这一个冷 我都说了这么多形容词了 你还想咋的 还想用啥自行车呀 我让你写作业呢 你又正在玩 你又整个破纸板干什么呀 我哪玩啊 这是我做的计算器 这个破纸板能当计算器 你忽悠谁呢 我先拉倒 再来的智商 不在一个频道上 我就不信了 你给我算算 6加3 6加3等于9 有人 3加4 3加4等于7 5加2 5加2等于3 5可以分成4和1 3和2 2和3 1和4 Schedul 打个10 5加4 3加4 2加4 5加5 2加5 4加5 5加1 5加5 6加6 6加9 6加5 5加6 7 好好工作 争取年底 挣个一百万 我 妈喜欢这个 你说今天考个智力测试怎么还能不及格呢 随格呗 随随格 你说呢 你妈当年 你可别提当年了 我都听够了 那我现在再考考你 你大爷 二大爷 到三大爷家里去 说四大爷骗五大爷 到六大爷家里去偷 七大爷放在八大爷抽屁里 九大爷给十大爷的一百块钱 情况谁是小偷 是哪来那么的大爷啊 你别管哪来的大爷了 你就说谁是小偷吧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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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哭哭声声说爱我 这天天骗我理化财 你到底是不是我亲们 你想不想知道真相 这你别笑 那你先给我二百 你什么骗子 哈哈哈 又做错了 公交车上原来有15名乘客 到站后下来5个人 问现在公交车上还剩几个人 你这还有响吗 15减5还剩10个人呀 你写11人 猪的脑子不会拐拐撞树上了 你这是撞猪上了呀 那公交车上不得有司机吗 不是 你怎么就确定这个车上有司机呢 如果没有司机的话 他是怎么到站的 是飞过去的吗 你别笑 不是那要你那说 他还有可能是12人呢 他还有个收票员呢 要是你这脑子呀 人家现在都是刷卡投币 或者扫码支付 都什么年代了 还收票员 一下子把你年龄暴露出来了吧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个什么问题 到底是谁 撞树上了 谁 撞猪上了 哇 哎呦 哎呦我的天 你这啥表情 你没见过肉啊 哎 你掐我干什么呀 我想看看是不是在这里 你吃不吃啊 看着还行 就你那厨衣 我是这么敢尝第一口 你先尝尝 有人 你别笑 表情 看着还行 没啥反应 我能有什么反应啊 特别好吃 我咋不信你呢 你也尝尝 嗯 还挺香 不像你风格呀 我这是用的松鲜鲜调料做的 当然像了 她家的调料都是零添加 没有科技和狠糊 好吃又放心 小边都能当大厨 就冲这个 我也得给我姥姥 打一个电话 夸夸你 这可真是大规定上架 头一回不容易啊 没事了 什么落千丈 直落千丈 直落千丈 不是有一句古诗叫 飞楼直下三千尺吗 这个是成语 不是古诗 我给你提示一下 这个是什么呀 手指头 那孙悟空在他们 适用第三个人当中 排行是第几啊 老大 那他有几个金箍棒呀 抛一朵猴毛 一吹 多得去了 这个水啊 凤凤就上来了 妈妈喝杯凉水 降降火 降不了 你给我把那个控料管给 妈妈现在凉快多了 那咱接着把这些成语 给他填上 我再给你换一种提示 妈妈的手机号 第一位数是什么呀 哦我知道了 你怎么不早一点说呢 是邀我前丈 啊 哈哈哈哈